首先要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用的是这个GIS的库吧,是吧,它是一个GIS库啊,用了人家的GIS库怎么样,别人让你怎么写,你得怎么写吧,是吧,你不这么写就出来,是不是这样的,你必须按照它的来写,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它的格式是这样的,你就按照它来写就行了,是吧,用人家的东西的话,就是要符合人家的要求才行,是吧,那么我们这个什么呢, 首先我们是什么,要用这个库的时候,首先是什么,先把这个GIS现在引进来,是吧,不是,现在CSS先要,啊,就是说用这个库的话,这个CSS也得有,是吧,所以说你用它的时候怎么样,最少是得引两个吧,是吧,引它的一个CSS和引它的一个GIS文件,啊,如果是什么,这个是依赖JQuery,就引的是这个Swift.JQuery,这个版本的GIS,是吧,好,这是它的第一个要求,啊,第二个要求的话就是说,这里面的,这里面的结构, 这个结构得按照它这么写,是吧,这个结构得按照它这么写,啊,好,它这个结构是什么写的呢,那么这个结构和上面是一对应的,是吧,比如说这个,这里面的这个,这个Swift.Container,就是它的最外面的一个容器,吧,是吧,最外面一个容器,啊,叫Swift.Container,是吧, 然后的话,它的换灯片就是Swift.Ref,是吧,Ref,这样一个样式,啊,样式里面对应的是Swift.Slide,就是每一个换灯片,是这样的,啊,每个换灯片,啊,按照它这么写就行了,是吧,每一个换灯片,啊,然后的话,下面这几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换灯片下面的小圆点,啊,这个Swift.什么, PageLation,就是它下面的小圆点,啊,下面小圆点,好,然后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左边那个箭头,吧, 左边那个箭头,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右边那个箭头,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你想看一下这个是属于哪个东西,你可以,比如说你点一下什么,点检查,是吧, 你是不是可以看它的代码,是吧,代码里面,那么这个里面又放了很多东西,是吧,这个什么,Swift.Button.Perview,啊,是这样的,啊,是吧, 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这个,啊,这是右边那个,是吧,Spot.点那个是,是吧,好, 那么你看这个结构,大概就知道了,啊,那么第一段是什么呢,就是换灯片,是吧,这一段就是换灯片,啊, 这个就是换灯片下面的小圆点,啊,这个是换灯片的左边的箭头和右边的箭头, 是不是这样的,啊,这样子,啊,好,结构是这样子的,好,结构做完之后我们来说这个GS,啊, 他这个GS是怎么做的呢,他就类似于什么,面向对象的方式, 他溜一个什么,Swift的类吧,这个Swift是GS里面的一个类,啊,溜一个类就实力化一个对象,是吧, 是吧,然后第一个参数是什么呢,就是外面这个容器的类名嘛, 是吧,点Swift.Content,是不是和它对应上了,是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子,是吧,然后的话,这个什么PageLation就是什么,Swift.PageLation, 这个点,Swift.PageLation是不是和它对上了,和这个对上了吧,是吧,啊, 然后这个是Swift.Button.Perview就是和,和什么,向前的那个箭头对上了,是吧, 这个是向右的那个箭头,是不是这样的,啊,啊,好,然后的话, 这里面几个参数是干嘛的呢,啊,几个参数干嘛的,啊, 那么我们在课件里面有说说明,啊,课件里面有说,看一下这几个参数,啊, 这几个参数都干嘛的,啊,好,那么的话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什么呢, initual什么slider,是什么呢,就是初始的,是第几个幻灯片,是吧, 初始的话它是什么,一就表示二,是第二章幻灯片,啊, 初始一般是零嘛,是吧,应该是第一章吧,是吧,零,啊, 这是第零章,啊,这是第一章,啊,然后的话, 这是这个初始的,啊,初始的幻灯片, 然后的话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呢,这个, 小圆点是否可点,是吧,小圆点是否可点,是吧, 小圆点是否可点,啊,好,那么我可以写一下吧, 这里面可以,大概写一下,啊,这个是初始的幻灯片, 幻灯片是第几章,是吧,是第,第几章,啊, 初始的幻灯片是第几章,啊,然后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小圆点是否可点,啊, 小圆点是否可点击,是这样的,是否可点击,啊, 好,这个Q的话是什么呢,是可点击吧, 如果是FORCE的话,那么就不能点击,是吧, FORCE,啊,好,FORCE的话我来看一下,是吧, 我来刷新一下,默认的话这个是可点的,是吧, 这个小圆点是可点的吧,我可以通过小圆点来切换, 是这样的,啊,然后我刷新一下,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 这个小圆点是不可点的,不能点的吧,看见没有, 只能他自己,啊,他自己在动,啊, 我点这个中间这一张点不了,是吧, 点不了,他自己在动,啊,好,那么的话, 这个,啊,路部的话是什么,循环,是吧, 这个是,啊,是否什么呢,是否循环,啊, 是否,是否,呃,这个应该是首尾相连,啊, 首尾相连的循环,啊,好, 把这个改成这个force,大家看一下什么效果,啊, force,好,这个是force之后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啊,这样之后,然后看一下它播放的这个效果, 是吧,好,第一,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是吧, 第三张,完蛋之后怎么样, 回去吧,是吧,看见没有,是否回去,啊, 第二张,大家来看,啊,再第三张, 然后再回去,是吧, 是否从左边回去了,是吧, 从左边回去了,啊, 如果说这个是choo的话,是什么呢,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choo的话, 这是, 这个就不会回去,啊,第一张, 然后再第二张,是吧, 再第三张, 然后接着,啊, 第一张,这样从右边过来吧, 看见没有,是吧, 从右边过来吧,是吧, 它就连环播放,是吧,啊, 这个是,应该是,是否什么呢, 是否什么, 连续播放吧,啊, 连续播放,啊, 那么, force的话,是吧, force会是,会什么呢, 设置,设置, 设置force, 会, 在, 最后一张,是吧,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什么, 返回去吧,是吧, 返回,啊, 最后一张返回,啊,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autoplay是什么呢, 就是设置播放的时间吧, 是吧, 就是三秒钟播放一张吧, 是吧,啊, 好, 那么设置什么呢, 设置多长, 多长时间的, 多长时间间隔, 播放, 播放一张,啊, 播放一张, 设置多长时间间隔播放一张, 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啊, 好, 还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 它默认是forc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这个是我操作之后, 它还会不会自动播放, 啊, 就是, 这个是用户操作后, 啊, 用户操作后, 还是否自动播放, 自动播放, 用户操作后还是否自动播放, 这个默认是force吧, 是吧, force还是自动播放的, 如果是true的话, 什么效果, 啊, true的话, 啊, 啊, true的话, 我们来放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刷新之后, 默认它是自动播放的, 是吧, 默认自动播放的, 如果我操作一下,啊, 操作一下, 操作一下之后, 然后离开, 离开之后怎么样, 它都不放了, 是不放了, 是吧, 就停止了吧, 是吧, 就停止了,啊, 是这样子,啊, 就是等着你来操作了, 还在不放,啊, 这样子, 好, 这是关于这个, 注入操作后, 是否还自动播放, 默认是force, 是吧, fals,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参数, 那么的话, 你用的时候怎么样, 按照这几个参数来设置就行的吧, 是吧, 设置就行的, 好, 这是关于它的用法, 那么这是它的一些用法, 就是说你用的时候, 按照它这个参数来用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里面还有什么呢, 还有比如说这里面, 还有一个speed, 是吧, speed的话就表示什么呢, 它的这个速度, 是吧, 可以设置它的速度, 好, 其他的都, 其他的都有了, 是吧, 其他的都有了,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东西的详细的用法的话, 我们还可以参照它的什么呢, 参照它里面的有个什么, 比如说API文档吧, 是吧, API文档, API文档里面那么还有它详细的这些说法, 是吧, 想一下这这用法, 比如说这个API文档, 比如说这个初始化是怎么样子, 是吧, 看一下它里面怎么用, 是吧, 告诉你怎么用, 然后它这里面有还有什么东西, 是吧, 这里面还有很多参数,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还有很多参数啊, 那么的话, 这些参数我不可能说全部都记住吧, 是吧, 那么很多时候是这样子, 我们用一个什么, 戒热式库或者框架, 我们一般是什么, 一边看人家开发文档, 一边开发吧,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 是吧, 不可能我把一个东西用得很熟了, 然后再去做啊, 这个项目有时候不允许了, 是吧, 我们很多时候项目里面用了一个戒热式库, 觉得这个库很好用, 就是一边看开发文档, 一边什么, 一边开发, 是这样子吧, 所以说有些东西我们没必要研究得很透, 是吧, 直接只需要我们什么, 我们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研究得清楚就行了, 是吧, 有些不需要的我们就放一边, 到用的时候我们再来研究, 是不是这样子啊, 不可能说把每一项都搞清楚啊, 是这样子, 你把每项搞清楚也没什么意义啊, 是吧, 是这样子, 是吧,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 我们了解它什么呢, 大概了解这几个参数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不是就可以了, 了解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这个啊, 那么详细的用的话, 就是说可以参照这个文档, 再来看一下, 比如说再做一些其他的功能, 可以再看这个文档,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需求的话, 那就不用了, 是吧, 就了解这几个参数就可以了, 好, 这是关于它的这几个重要的参数,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说什么呢, 就是你这个GIS库, 我拿过来, 我就按照你的用, 是吧, 但是用的过程中, 我想做一点自定义, 这个时候怎么弄呢, 是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 这个库, 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两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左右的这个箭头, 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有点别扭啊, 有没有点别扭, 是不是太大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或者有些压根就没有这个箭头, 是吧, 压根就是没有这个箭头啊, 没有这个箭头好弄啊, 没有这个箭头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可以什么, 就把这个箭头啊, 把这两个去掉就可以了啊, 比如说把这两个住掉啊, 这两个住掉, 这两个住掉之后, 那么就没有这个箭头了, 很多换的面是这样子的吧, 是这样子的, 一般是没有箭头的, 是吧, 是没有箭头啊, 没有箭头啊, 好, 如果有箭头的话, 是吧, 有箭头的话, 那么把它放上去, 是吧, 好, 这是第一点啊, 没箭头是这么做啊, 如果有箭头, 是吧, 如果有箭头, 我怎么样呢, 我想把它调小一点, 怎么办呢,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还是要它的箭头, 是吧, 但是我觉得它太大了, 我想把它调小一点啊, 那么这个时候就牵涉到对一些什么呢, 库或者框架做一些自定义, 那么的话, 我们就需要有这个能力, 是吧, 实际上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能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懂, 懂4SS的, 是吧,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做一些自定义, 啊, 这是我们需要做的, 有时候啊, 就是对已有的库和框架做一点什么修改, 是吧, 比如说这个箭头怎么样, 它是不是太大了,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点右键, 是吧, 点检查, 是吧,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它的什么呢, 样式啊, 看一下它的样式啊, 好, 可以这么看, 这个不是太好看啊, 这么看吧, 那么在这里, 这里看一下啊, 检查一下, 检查这个是不是它的样式啊, 它的样式是不是在这里啊, 看见没有, 这个是吧, 样式是不是在右边这里显示出来的, 是吧, 然后这个样式是不是在这里, 看见没有, 这个里面有什么, 这个swive.button.lex啊, swive.button.perview, 是它的样式啊, 然后样式会, 比如说它这是定位的, 然后它的宽度是44吧, 然后是, 高度是44, 是吧, 宽是27, 然后怎么样, margin top负22, 然后呢, 把它什么呢, 负值把它负上去吧, 是吧, 用的什么, 固定定位, 不是, 用的绝对定位, 是吧, 好, 那么如果我们想自定义,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把这个, 样式名是不是会考过去啊, 考过去啊, 好, 把它复制一下啊, 比如说把它, 好, 可以把它复制一下, 或者把它点进去吧, 点到这个sign里面去啊, 点到这个swive.b.sign, 点进去啊, 点进去之后, 然后怎么样, 它是不是一行啊, 不好看吧, 不好看怎么样, 这里面是不是有个格式化啊, 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这个格式化啊, 点一下这个格式化啊, 点一下格式化啊, 格式化的时候是不是到了它那个样式里面来了,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段样式把它复制一下, 是吧, 好, 复制, 这个, 它复制复制, COPY, 直接Ctrl11吧, 是吧, CtrlC啊, 好, 那么这段样式实际上在哪里呢, 这样式实际上就在这个什么呢, 在这个swive.b.sign里面吧, 实际上就在这里面, 是吧, 就在这里面, 那么我们一般的话是不改这个sign的, 改这个sign会破坏掉, 其他地方如果引来这个sign是不是都改了, 是不是这样的, 比如说其他页面也引来这个sign的sign, 我们如果改了这个sign的文件, 其他地方也影响到了, 我们这个原始的sign, 我们不改, 我们改我们这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子可以改啊, 改这个main点sign的sign啊, 那么我们把main点sign打开,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把这一段东西把它复制下来, 是吧, 把它拿下来是不是可以啊, 放到这一段里面去, 是吧, 好, 放这段里面去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可以打了一个什么效果, 我们在这个地方改了, 是吧, 这个地方改了, 同名的sign的sign如果全种一样的话, 怎么样, 它里面的是不是会覆盖它里面的,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覆盖掉啊, 那么这个就打到自定义了啊, 到这个地方来, 到我的魅力sign的sign里面来, 我把这个是不是可以改小一点呢, 比如说它的什么, 它的宽是, 是吧, 它的宽是什么, 二十几我把改一半可不可以啊, 比如说改成这个十四, 是吧, 十四吧, 高度是二十, 高度是什么呢, 四十四我改成二十二, 是不是可以啊, 改成二十二, 好, 改完之后, 然后它这里面有个back one的sign, 是设置那个背景图的大小的, 是吧, 那么我们也改成跟它一样, 是不是可以啊, 比如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十四吧, 这个也是二十二, 是吧, 二十二啊, 好, 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会变的, 是吧, 改完之后看一下不变的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一下之后, 刷新一下啊, 好, 是不是变小了, 是不是变小了, 这个相对来说还可以吧, 是吧, 看起来那个太大了, 有点傻, 是不是这样的, 啊, 大了不是就有点傻吗, 是吧, 啊, 啊, 那么的话这个怎么样呢, 是不是调小了, 是吧, 调小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它这个, 好像向上了一点, 是吧, 向上一点的话, 那么应该改这里, 是吧, 这个Market Top的负二十二, 是刚才它的一半吧, 是吧, 现在变成二十二了, 应该是十一吧, 是吧, 十一, 那么它才是什么, 垂直俱中了吧, 垂直俱中啊, 好, 这个改完, 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是不是就改好了, 是吧, 这就是自定义吧, 是吧, 好, 自定义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说这个小圆点, 是吧, 这里面有小圆点啊, 小圆点如果说这个颜色, 我觉得不好, 我想把这个小圆点的颜色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一个亮点的颜色, 比如说当前的这个点呢, 我想改一下亮点的颜色, 是吧, 那我可以选中它吧, 检查一下啊, 然后这个是什么呢, 它就变了是吧, 变了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先停一下, 是吧, 先停一下, 然后把它改回来啊, 停一下的话怎么样呢, 我可以把它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改成force, 它是不是, 把这个改成chue, 它是不是就停下来了, 刚才色的吧, 把它改成chue, 是不是就停下来了, 停下来之后, 然后怎么样呢, 我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之后, 然后我稍微操作一下之后, 怎么样, 它就停下来了吧, 停下来啊, 停下来我想改这个点, 我这个点改亮一点, 是吧, 检查一下, 是吧, 这个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什么, svive.pagulation, 什么active吧, 是吧, 那么我把这个复制过去, 是不是可以啊, 复制过去啊, 好, 或者到这里面来啊, 点这个, 那么到这里是吧, 把它拿过去, 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完了之后, 到我的这个什么呢, 魅力赛产子里面来, 是吧, 把它覆盖掉, 是不是可以啊, 覆盖掉啊, 好, 它的这个, 背光的color是这个, 是吧, 那么我会改一个亮点的野色, 比如说是这个, 呃, ff8800, 这是一个橙色, 是吧, 大概这样的, 是吧, 好, 我这改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再来刷新一下, 这个页面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吧, 这个点是不是改了, 是不是改了, 是吧, 好, 改完了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 好像我们这个什么呢, 我们设计稿这个地方啊, 这个设计稿好像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这个设计稿这几个点, 好像是靠右的啊, 靠右的, 它不是靠在这个地方的啊, 靠右的, 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在哪里, 呃, 设计图给大家看一下啊, 呃, 前单课程资源, 看一下啊, 图片资源, PSD, 然后把这个给它打开, 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看一下这几个点, 是不是靠右的啊, 再看一下, 是吧, 靠右的啊, 这是个绿色的是吧, 这个绿色的, 靠右的是吧, 好, 靠右的话, 我这个时候怎么调的, 是吧, 那我们来调一下, 比如说靠右的啊, 呃, 靠右, 检查一下啊, 那么整体的这个DIV是吧, 整体这个DIV, 然后它是, 整体外面是这个SWivePagulation是吧, 然后是它里面是, Textalign是Center, 是这样的啊, 这样子啊, 然后把它调一下, 是吧, 比如说调一下, 到这里面来, 点这个, 是吧, 这个是吧, 好, 把它调一下, 这个, 把这个拿过去, 是吧, 呃, 把这个拿过去, 只要改改, 你改里面这一句就行了啊, 这个拿过去, 拿过去之后, 然后的话, 写到这里来, 是吧, 好, 好, 它里面Textalign, 我给它拿一个right, 是不是可以啊, 是不是靠右了, 靠右啊, 好, 靠右完之后, 然后再刷新一下, 看一下啊, 好, 这个, 好, 再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不是靠右了, 是吧, 哎, 靠右了好像还不满意, 是吧, 这卡太靠右了,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太靠右了, 是吧, 太靠右了啊, 太靠右之后, 我怎么怎么做呢, 我就把这个什么呢, 再把它调一下, 是吧, 反正我有的是方法, 是不是这样的, 看一下啊, 反正我这个这样子, 我懂, 我就可以随便调吧, 是吧, 只要我懂就行了啊, 好, 这个应该是属于最后一个span, 这个里面啊, 这个里面的DIV, 这个DIV里面, 这里面的小一点都是span吧, 小一点都是span啊, 好, 那我可以这么做啊, 这个属于是webpagilation里面的什么呢, span吧,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我把这个span, 是吧, 这个里面啊, 然后是什么呢, 然后是什么, 可以写一个什么, last child, 还记不记得啊, last child, 是这样的啊, last child啊, 那这样就是调它最后的一个span吧, 最后一个span, 是吧, last child啊, 好, last child的话, 然后怎么样呢, 就是把它什么, 把它来一个padding write, 可不可以啊, 或者marking write啊, marking write, 给它来个20px, 把它撑过来, 是不是可以啊, 撑过来啊, 好, 撑过来, 好, 撑过来就这样刷新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好像不行啊, 好像不行啊, 这个啊, marking write, 这个应该是什么, 它的这个, 这个权重应该不够是吧, 是wire.container, 先看一下这个last child, 有没有写对啊, 这个是shs的新增选择器, 是吧, shs的新增选择器啊, 这个是, 有一个last child, 是吧, last child啊, last child, 然后它里面这个样式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什么, 嗯, 它用的是这个样式, 是吧, 用的是这个, 它属于swiped and container, pull it, pull it, 全重不够是吧, 全重不够啊, 全重不够的话, 嗯, 好, 把这个拿过去啊, 这个拿过去, 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一下, 然后拿到它前面, 放到它前面, 看一下可不可以, 是吧, 放到这里来啊, 这个里面的span, 然后last child, 是这样的啊, 好, 再看一下啊, 好, 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是不是过来了一点了啊, 20吧, 是不是稍微过来一点, 是吧, 稍微过来一点, 好, 这个就是关于什么呢, 自定义吧, 自定义啊, 那么就说我们懂这个sasas的话, 可以什么呢, 把它调成我们自己想要的这种效果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这个, 插件的它的什么, 一些自定义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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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